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还是想把这把扇子打开 扇一扇一股清风 这是今天将要给我们演讲的大师清书的一把扇子 这前面有14个字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自在 随缘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 你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多种宗教信仰和多种文化 多种种族的一个这样的社会上头 那么你觉得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观念 有利于你自己本人的发展 或者你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种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观念 更有利于促进本地的安定团结和社会进步 那么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大德高僧 一身致力于多种文化之间的互融互助和交融 强调一种文化的多元 下面我们有请我们敬爱的大德高僧 敬空大和尚给我们演讲 我很感谢今天也是第一次有机会 在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 与诸位同学们来讲话 刚才我们听到主持人给我们讲的 内容的中心 就是今天这个社会 诸位都知道 在中国外国历史上 可能说是 实无前例 一个动乱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面 许许多多知识人 都在寻求如何化解冲突 怎样能够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和平 那么这个工作 我在澳大利亚 昆斯兰大学里面 参加他们的和平中心的座谈会 都是致力于这个工作的一些教授 有十几位教授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世界上有八个大学 里面设的有和平研究中心 那么也进行有八九年了 都在研究讨论这个工作 这是这是好事情 我听到很欢喜 但是他们告诉我 从911之后 他们认真做了一个行思 觉得以往思考的这个方向 路线有问题 热战冷战不能解决问题 导致这个911事件的发生 于是就想怎样用和平的方法 来解决争断 所以他们就找到我了 我到澳洲时间不算很长 今年才三年 过去我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我团结新加坡四个族群 9个宗教 我们把9个宗教变成一家人 那么澳洲知道这个讯息 所以他来找我 来问我的时候 希望我能够参与 这个和平的消除 消灭冲突 促进和平的这个课题 我也很欢喜 在佛经里面 我看到永正皇帝上远 永正在十一年 提出三教会议 那个时候中国的宗教辱失道三家了 这三家彼此互相批评 互相毁谤 永正他提出他的研究 他的看法 认为三教在形式上虽然有不同 但是在实质上是相同 无非是教人为善 这是相同的 那么在道教里面 他也有这一篇上语 而且比佛藏经里面多了很多 我只晓得藏经里面是揭露的 这个道藏里面是完全的 所以我本来想跟诸位同学 来研究永正在上语 但他的文很长 内容非常丰富 绝对不是一个小时 能够研究得了的 那么这个课题 我们将来还会找一个时间的时候 把它落成皇帝 同学们欢喜的话 我们会赠送大家 那么今天我们就永正皇帝 真正是提倡 现在国际上所讲的 多元文化的先驱 我们可以认定他是 多元文化的创始人 文化是多元的 宇宙是多元的 我们身体也是多元的 这个一定要肯定 但一是决定不能生存的 我跟世界上 许许多多宗教接触 我本来以为这个理念 是很不容易让人家接受 这出乎意料之外 访问许多国家了 谈起来 交谈起来 都很欢喜 都能接受 我说大宇宙跟小宇宙是一体 小宇宙是我们身体 这是最 我说你观察身体 你会觉悟 身体在外面 言而鼻舌身 这就是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国家了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文化了 那里面五脏六腑 整个合起来 这才是一个人 如果说 我说我们佛教是眼睛 基督教是耳朵 伊斯兰教是鼻子 我说我第一 你第二 他第三 那是说明 我眼睛第一 耳朵不行了 鼻子就更差了 你这个人不生病了吗 病严重了 那就要命了 那要怎样 才是一个健康的人呢 各个敌 佛教敌 基督教敌 伊斯兰教敌 所有宗教各个敌 我身体健康 每一个国家都敌 每一个民族都敌 大国跟小国要平等 平等对待 才有何目相处 如果观念还存在 我是第一 你是第二 我是大国 你是小国 我是已经开发的国家 你是没有开发国家 这种观念是 求世界和平安定的 永远达不到这个目标 所以我两次代表澳洲 代表国家 代表大学 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我这两次参加之后 我就感触就很深 是联合国成立到现在 半个多世纪了 每一年不知道开多少会 你看看投资的人力 物力财力用了多少 和平呢 冲突是一年比一年增加 频率不断地增加 灾害一次比一次严重 让人家看到的时候 从此与和平工作的这些人 真的是无力感 和平也会遥无期 我听到联合国官员 给我们做的报告 理想是不错 报告完了之后 我向他请教 我说怎么落实啊 每一个人都是眼睛 看着眼睛 说不出一句话来 不能落实 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在哪里呢 冲突的根源在哪里 他不知道 他只看到表面 没有看到究竟 所以我在学校跟教授团 举行做谈会 在联合国参加这个会议社 我告诉他们 冲突的根源在家庭 你们想不想不想的 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 夫妻冲突 父子冲突 兄弟冲突 你家都不能够摆平 你怎么能够帮助社会 帮助国家 帮助世界 处理这个问题 我说你这个自自然 你不会成功啊 你失败了 这个说法呢 他都能有个接受 我说我在这个世界上 走了许许多多国家地区 我选择居住的地方 我说我只看两种事情 第一个 这个地区啊 离婚率少 所以离婚率没有啊 不可能了 这世界上找不到了 青少年犯罪啊 这个这个比例低 我选择这个地方去住 为什么这样选择呢 孔子教我们 唯抱不拘 乱抱不如 如果这个地方 家庭有问题了 青少年犯罪率又高了 这个地方 社会已经埋伏了危机了 早晚是出乱子的 头脑清醒的人 应当要回避 远离这个地区 这是正确的 胜任的教诲啊 我说我选择 我的选择是这么两个条件 不选择其他的 那么冲突 更深的因素 在佛法里面讲啊 是本性与习性的冲突 那这个名词 在外国人呢 很难解释 很难懂得 那是讲解就很麻烦了 所以不得已而求其次呢 我就举前显的例子 就是自利于利他的冲突 这个大家好 问题摆在面前 首先你想到的是 对自己利益 还是给别人利益 如果第一个念头是自利 然后再想到其他 这个程度不能化解 不能解决问题 应该怎样呢 应该把观念呢 换过来 要转换过来 必须为别人去思考 家庭也是如此的 你夫妇两个人 为什么会有矛盾 会有冲突呢 为自己想 没为对方想 先生要常常为太太想 太太常常为先生想 准定本年好活 家伙万事兴嘛 他不提对方想 专替自己想嘛 毛病就说出来了 这个大家容易懂得 今天我们从事与 和平工资的人 应当把这个观念转过来 别人是对的 我是错的 别人错了也是对的 我对了也是错的 这个话他们听起来的时候 摇头啊 很难做到啊 我说是 是很难做到 果然你做到了 你就对于现前这个世界 做出真正和平的贡献 我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法 这个说法不是我发明的 我没有这个智慧 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古圣先行所说的 中国的汤王 摇身于汤 汤王 汤王说 天下有罪 罪在正宫啊 罪在我自己 为什么 你没教得好啊 你要教好了 你说同志这个国家人民 谁会犯罪呢 谁愿意犯罪呢 谁不想做好人呢 你要教啊 你要做人民的表率啊 家庭一复如实 家庭儿女有过失 儿女无罪言 家长有罪言 你没有把儿女叫好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 你这个是这个公司行号 你的员工不好 你老板没有把他叫好 你不能再怪他 回过头了反省 自己改过自行 好好地做员工的表率 好好教导他 你这个公司就兴亡了 所以你真正要做到 如无家所讲 领导人的标准 在家是家长 领导人 公司行号 只是老板 有个国家是领导人 你要做到是军亲司 军是领导人 亲是父母啊 你要照顾他 你要养他了 私你要教他了 你把这三桩事情做好了 你就是圣王 是圣王 贤王 中国这历史上所尊重的 所尊敬的 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重视教育 今天社会变成这个样子 真正问题是教育 所以联合国这一次 以前我没参加过 我这次在日本岗山 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 议题里面就有一个宗教教育 我看到这个议题非常好 中国古时候 国家怎样治理 实用教育 建国军民教学为先 我们都中国历史知道 中国大一统是汉朝 汉武帝 为中国建立了教育政策 那么从汉到现在 两千多年 这当中改朝换代不少 制度上有心有歌 唯有教育 每一个朝代改成 他这个教育政策 还是语言线上一代的 一直到清朝没有改变 我读了历史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蒙古人入住中国 没有改变 满清人入住中国 也没有改变 统统用汉武帝 那这就是值得我们 深深去心思 所以中国不是用武力 统治国家 不是用警察 也不是用法律 用教育 建国军民教学为先 你只要把教育办好 你家能够把家教办好 你的家行望 国能把教育办好 这个国家一定是 富强 行望 这肯定的 那我们今天对全世界 全世界这个动漫 全世界人心不安 在忧虑当中过日子 很痛苦 这是过去历史上是没有的 今天人心晃晃 没有安全感 这问题到底处在哪里 处在 忽略了 教育 中国古剧讲教育的时候 是四个教育 第一个是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根本的 第二个是学校教育 那我们今天学校有没有教育 学校教育 缺乏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 缺乏的时候 不知道怎样做人 人与人的关系不相当 没有人跟你讲解 是人文教育 圣贤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那么第三个 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 你看看现在 传媒 电视 电影 现在还有这个 网级网络 戏剧 国务 报纸 杂志 你看看 这社会教育 教你干什么 都教你傻到盈望 这还得了 随凤凰的刘先生 常乐 我们也很熟 我在香港的时候 跟他讲 我说今天 能够救世界的 拯救世界的 两个人 这他两个 一个是国家领导人 一个就是你们 媒体主持人 你们的影响太大了 你能够毁灭世界 你能够救世界 现在看你怎么走完了 你是愿意做上帝来救世界呢 你还愿意做魔王来摧毁这个世界呢 真的在你一念之间 第三 第四个就是宗教教育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家庭教育没有了 学校教育也没有讲伦理道德 社会教育 这个诸位都很清楚 所以今天 唯一的 我想能够拯救世界的 那就靠宗教教育了 可是今天宗教 也叫我们看到很悲哀 为什么呢 宗教执着重宗教的形式 而没有设置的内容 设置内容是教学 它不是迷信 我在澳洲 澳洲政府一些官员给我借出 问我 法师 你用什么方法 把这个新加坡九个宗教 能够变成兄弟朋友一样 我说我用的是佛经上教给我的六度四射 什么是四射法呢 这个四射法是大臣教里面的指导 刚要 四射法要很多人讲解的时候 照着佛经名相讲解 那个讲的我们听不懂啊 也没有法子用啊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 四射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 现在讲公共关系法 交际法 你把四射法用在家庭 你家庭 家庭 家庭万事兴啊 四射法用在国家庭 你过就火了 我刚刚在此地 这边的朋友们要我写几个字 送个做纪念 我写了两个字 三河 三河是什么意思 你们到故宫去看看 太河殿 中河殿 宝河殿 中国列代帝王 就是用这个来统治国家 来教化人民 太河是宇宙啊 宇宙是和谐的 自然是和谐的 我们这个整个身体是和谐的 你看 无关和谐 无脏和谐 它要不和谐 要对立了 你毛病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 科技虽然发达 它不懂这个道理 破坏地球生态环境 就带来了自然灾害 其实它不是自然的 是人为的 哪里是自然灾害啊 没有一样不是人为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一些无知的人 破坏自己的身体 这是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啊 最显著的 美容院的 那么破坏自然环境啊 这整容 这很糟糕的事情啊 现在好像是你觉得 你已经没一点了 但是你要知道 后果不堪设想 我就遇到很多整容的时候 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毛病发作了 他跟我说 苦不堪议 那是破坏自然环境 还有饮食 齐菊 不小心 这个贪吃 偏食 都是破坏 你这个身体的 自然生态环境 你找出很多病啊 那么我也认识 影艺界不少的朋友们 这个年前的女演员 现在已经是四十五世以上了 身上一身病来了 怎么发作呢 怎么发作呢 现在才是后悔 后悔来不及了 为了什么呢 爱美呀 不知道保养身体 所以到这个四十五世之后 这些事情我们在许许多都会看到太多太多了 都市 都市 真的是我们中国一句老话说得很好 不听古人也吃亏在眼前 所以 身为中国人 是很难得的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了 祖宗的教会 那是真正的学问 也是通过几千年的试验 证明 它是正确的 不是虚假的 所以今天 很麻烦的是 在迷信外国 总是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观念 那去年 这个SARS的问题 SARS发生之后 我在澳洲 我还传真给刘先生 常乐先生 我都在传真给他 SARS是个很普通的 感冒啊 会死那么多人 怎么死的呢 被媒体吓死了 天天在播放 报纸杂志 在声上吓死了 这个是小事情 不值得一提的 何必要那么报道呢 错误了 真的是把人吓死了 我就告诉他 澳洲 每年死于感冒的 两千多人 美国每年死于感冒的 两万多人 你看SARS在全世界 死亡的 没有超过两千人 比普通感冒还轻啊 何必那么渲染啊 这是一种瘟疫 瘟疫很平常的 自古以来 春夏之交 秋冬之交都会发生 那么中国的草药 很容易治疗 防范的是更容易了 但是大家不相信中医 不相信中国东西 外国东西好 花多少钱的时候 最后还死人 我听说我们北京 好像有一个导演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个中医大夫 刘大夫给他开的药房 一副药利人民币六块钱 三副就好了 他是被送到医院 西医没办法治疗了 吃三副中药 他就出院了 没死了 我们不相信祖宗的东西 要吃大亏呀 现在外国人走投无路的时候 到中国来挖宝啊 到印度去挖宝啊 我们要珍惜自己 这个古老的传统 不但能够帮助自己 也能够帮助这个苦难的世界 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活 活是天道 这个天就是自然的 自然的道 在称为 称这位道 大自然的法则 大自然的运作 这称这位道 我们随顺自然的 法则 随顺自然的运作呢 这个叫德 所以太和是道 宇宙本来是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本来也是和谐的 绝对没有冲突啊 圣贤教导我们没有冲突啊 你说中国人讲德 德标榜巴克斯 孝提忠信 离义连耻 这是随顺自然的 不是一个人定下来的 这个好像戒律 境界一样 叫我们的时候不是的 它是自然的 所以伦理是道 伦理是这个夫妇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这是道啊 这是自自然 本来就是这样的 不是人为的 所以能够随顺自然 这是德 中国道德有两个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是 忠孝仁爱 心意和平 我们把两个和起来 除掉重复的十二个字 孝提忠信 离义连耻 仁爱和平 这十二个字 你看在中国 两千多年 烈代的一些帝王 圣人 贤人 君子 都是这样 教导社会 教导大众 这个国家 虽然改朝换代 两千多年来 始终维持大一统 这是很不容易 在这个地球上 稀有难见的 英国 唐恩·米波斯 这过去在这个 这个这个 日本 给池田大作的 那些谈话记录 我看到这个 中文的一本 我到日本提起来 他们大家 印象都很深刻 唐恩秘书 世界到二十一世纪之后 由于资讯发达 交通变迁 这个世界就等于像一个国家一样 能够真正统治全世界的 只有中国人 中国人 都是有这个聪明智慧 有历史文化的条件 他讲的很有道理 我说这个日本人都点头 他都是在他们的地区讲的 印象比我们深刻 人家 人家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优秀 所以他说 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孔孟说说跟大臣佛法 这出自有外国人口里 非常可惜 今天孔孟说说跟大臣佛法 没有人去研究 大家疏忽了 认为这个东西是宗教 宗教都是属于迷信 我在年轻的时候 也是把这个东西看作逼信 所以是非常排斥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 对哲学很有兴趣 我的老师 方东伟先生 这个也是近代的一位大哲学家 我跟他说 他告诉我 他把佛经哲学 在学校做一个单元来讲解 他说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福 又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说有这么好啊 以前我完全不得排斥 排斥掉 所以这样一来的 我才明了 他说那个里头有真东西 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宗教里面 是没有的 于是我就到这个寺庙里面 去找什么 找佛经 有佛经在那个时候 市面上找不到 卖不到的 只有到寺庙里面 就找大长进看 越看越欢喜 所以才相信老师所说的 不是假话 我一觉风行啊 以后我出家了 方冬眉先生说 你真干了 我说是啊 你不是讲的吗 人生最高的享受吗 我要来试验试验看看 我就干了53年了 确确实实 可以开造命运 可以主宰命运 现在世界人 心目当中所求的 求财富 求聪明智慧 求健康长寿 他们求不到 造无量无边罪业 找不到求不到 我都求到了 那我怎么求的呢 我从佛教里头求来的 佛教导我们 这里得有道理 有理论 有方法了 如理如法地去求啊 所谓佛师们中有求别 那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 你不懂得道理 不懂得方法 你盲目地去追求 你求的时候 这是不会有感应的 你求不到的 你求不到的 这个里头就讲的是 讲的是音 语言 果报 所以你要懂得音 你要怎样改变你的语言 而语言操纵在自己手上 那个果也操纵在自己手上 这是一门很深很大的学问 所以我们学了之后 首先改变自己 我们内心身心活目了 所以我跟这些人往来 这些都是世界上有名的教授 每一个人都是波速学位 给我再一块开座谈会 他们的疑难杂症不能解决 我都能给他解决 所以这个格里菲斯大学校长问我 说发誓 你讲经教学43年 我跟他认识的43年 他说你这43年 有没有遇到过不能解答的问题 我说好像没有 他说你才是真正的好校长 所以他学校送我 荣誉波斯学位 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教授团 什么原因呢 告诉诸位很简单 我心是静的 他们心是动的 一静之动 他在动力当中的时候 他很多东西他真的搞不清楚 我心清静 心地空空什么都没有 心要跟太后相应 身要跟中火相应 最难得的是你能够保持 所以我教这个学佛的同学 从六合提升到三合 三合这是最高的 六合是佛经里面教初学的 儒家讲的 何为鬼 我们今天 这是再三地考虑观察 从宗教我们来下手 首先团结各个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宗教怎样传奇 每个人都说我的教 他的教都是邪教 都认为他这个教里的重逢的是真神 别人都是魔 都不是真神 我跟他们接触 我说我肯定承认 你们都说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 对一个真神 我说你们认为这一个真神是宇宙的造物主 是的 我说每个宗教都这样说 这个造物主不能是大家来合作的吧 你们不相信吧 不承认 我说我们承认一个神 你承不承认这个神有最高的智慧 有很大的神通 他能够变化 这个他相信 他说我们神 我说那就行了 我说这个真神呢 在基督教就变成基督耶稣啊 在佛教就变成释迦牟尼啊 在伊斯兰就变成穆罕默德了 都是一个人变的 这个他想起 想想有道理有道理 这就谈结起来了嘛 我说那你要是我这个大你小的时候 你不是骂你自己的神吗 这个道理也是佛经上说的 你们常常看到千手观音 你看看观音像 那观音头上有好多面孔 这三十二印吧 应以什么神得度就献什么神 应以基督神得度就献基督神 应以阿弘得度就献阿弘神 应以什么教得度就献神 什么样神 都是观音菩萨 都是一个人 都是一个真神呢 这个观念没有想到的时候 我跟他们讲解都能接受 所以很容易把宗教就变成一家人了 所以我把千手观音送给天主教的主教 我真送主教 送给基督教的长老 这些印度教的巴哈印教的 我通通都送了 我说什么 这是真神奔来的面目 他能够随着众生的欢喜爱好 变化了 你喜欢什么 他变化什么 其实都是一个真实 形象虽然不一样 教学的方式不一样 内容是一样的 都是教你要爱别人 所以我佛门自古以来的就常说了 佛教是什么 佛教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 佛教不讲爱 他讲慈悲 慈悲就是爱 慈悲跟爱哪里不同呢 慈悲是理智的爱 不是感情的 感情的爱是靠不住的 会变化了 所以你们世间人说 男女相爱 我常讲啊 那是假的不是真的 虚情假意 你看看 今天结婚了 没有几天他离婚了 这不是真的吧 真的是永恒不变 永恒不变叫慈悲 他会产生变化的时候 这个就不是慈悲 这是那爱 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爱 那是慈悲 它那个不是感情的 它那个是理性的 在日本 我在日本 日本的有一个牧师 也是大学教授 十几 我第一次到日本去的时候 在日本电视台 他做了一次访问 他来访问我 大概好像将近有五十分钟的时间 他问了我很多问题 我都给他解答了 最后他告诉我 他说法师 我们基督教信念很小 不能容纳别人 他说这个问题 有什么办法解决 我说这个问题 就在你们神经里头 神经哪一段呢 神爱世人 他说这个有 我说神爱我不爱你 他就愣住了 他说怎么会爱你 我说我是世人 神爱世人 当然神爱我 我也爱世人 我跟神志同道合 我说你呢 只爱基督不爱世人 所以说你基督绝对不爱你 我说我肯定的不爱你 最后我告诉他 佛家讲慈悲 你们基督教讲这个神爱世人 神是抽象的 空洞的 神怎么爱世人嘛 那佛菩萨怎么慈悲嘛 我说必须要懂得 神知人员 要把神的爱心 发扬光大去爱世人 你们代表神爱世人 这就对了 佛弟子 要把佛菩萨的慈悲 乐视在自己身上 对一切众生慈悲 这个就是真正 佛神教导世人的意思 不能把意思错毁了 错毁了你的迷信 你的感情 你智慧没有开 这个世界慈悲 这个世界慈悲 就给我变成好朋友了 我每次到日本的时候 打个电话他就来了 所以慢慢地说 就变成一家人了 真的是 这是很难很难 转过来 我们用山桥方便 能把他的错误观念转过来 信仰扩大 今天我们不要考量 我是哪个的人 我是哪个地区的人 今天我们头一个念头 我们是地球人 我们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希望地球上 所有一切众生 虹目相处 希望大家是平等对待 不平等就不能虹目 所以我常常提倡就是 大国跟小国要平等 富国跟平国要平等 我们要帮助平辱 全心全力照顾他们 帮助他们 教导他们 不能够对立了 所以化解对立了 从事活平工作的人 头一个条件 把自己内心里面 对一切人 对一切事 对一切物的矛盾 对立 这个 这个 这些东西通通化解 化解之后 你才晓得 你的身心自在啊 没有忧虑了 没有烦恼了 没有得失了 然后 如果道跟德就相应 如果道德相应之后啊 你的智慧 你的佛德 这佛家讲的时候 智慧德相 德是德能 相是相好 只有天天往上增长 这个就是符合于大自然的法则 跟大自然生活成为一品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了 所以希望 所以希望 各位同学 留意 与中国传统的教训 深险的教诲 决定不顺于性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刚刚与这些从事于和平工作的人 我们一接触 一接触的时候 他就觉得我们的东西 值得他们思考 值得他们研究 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开端 这是我在此地劝导同学们的 那么这个祖国我过去也回来过几次 而且在这个你们的学校 我最初来的时候 北大我送了一套四库全书灰药 以后还送了一套大藏金 在你们学校也设了奖学金 在国内设奖学金 大概有一百多个学校 那么送四库灰药的 是每一个省自治区 特别是都送一套 好像送了有三十一套的样子 这个虽然不常回来的 我对祖国确实很关心很怀念 但是现在在国外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和平 与我们自己的国家 与我们自己生活息息相关 那么这些事情我们能尽到一分力量 我们都不能够退协 尽心尽力去从事这个工作 可这工作做得非常辛苦 古人讲的话 我们常常想到了 要自己勉励自己 所以圣人常受天下之责 天下人责备你 毁谤你 无辱你 骂你 二物责人之心 我们要学着 我们自己决定没有责备别人的意念 我们能够承受 他为什么会责备我们呢 他对我们不认识不了解 我们为什么不责备他呢 我对他认识很清楚很了解 所以我当然不会责备他 他要是明白了 他会赞叹 他不会责备 所以要向古圣先些学习 要从自己内心做起 那么我在澳洲办了一个佛教的尽宗学院 这个学院是今年才开阔 今年一月才开阔 我是年年基础办 要求做什么呢 要求学弟子规 好像现在国内的时候 小朋友念弟子规也多了 念没用处 讲也没用处 要做到 这个是真正教育的根基 定定在此地 我们小时候没学 现在要误补 念念你 你真正能做到了 我要求主要三样东西 第四回 道教的太上感应品 佛教的沙弥略义 十条戒 二十四门为一 念念当中一定要做到 做不到的就淘汰掉了 所以两年教育 学做人 澳洲政府告诉我 他们计划在十年之内 引进新的移民两千万人 澳洲现在居民只有两千万人 再以两千万人来的时候 就是增加一倍啊 所以我跟他们的移民部长说 我说这么多新移民来的时候 增加一倍 你们的社会问题有问题 社会不是像现在这么样的安定 好评 他说对 他们也想到 我说我有个办法 帮你解决 他就很用心地来听 我有什么办法 我说澳洲 现在有三十九个大传学校 利用学校的设备 寒假暑假了 我们来办讲座 办短期讲座 时间是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 扩程讲什么呢 就讲平等对待和母相处 我们怎样旧的居民 跟新的移民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信仰 怎样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 平等对待和母相处 就教这个课程 他听得很欢喜 他说这个课程好 这个课程将来教了之后 他说这个年轻的学生 一定会来学 他要不学的话 将来公司老板要雇人的话 他一定问你 有没有学过这个课程 你没有学过这个课程 他不娶你 他不娶你 他说这个好 非常好 所以我跟他们总理见面 也谈这个问题 这个课程重要 人与人的关系 要摆在第一位 其他的都可以摆在第二第三 人与人的关系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说澳洲带头来做 我们利用这个寒书家 来办这个 这个课程不收费的 男女老少 什么人都可以来报名 来参加 来学来学习 那么但是开这个课呢 那需要私职啊 所以私职 我们现在就要准备 就要在大学里面 开这个学系 招收这个学生 将来这个学生 专门担任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是长期的 不是短期的 就是教人怎样做人 那么这个内容呢 主要就清楚了 我们儒家的伦理道德 你也是把中国这些东西 介绍给他 他们不一定有兴趣 你也讲的是 现在人与人这个交往 这个关系啊 他们非常重视 社会安全问题 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这个政府都非常重视的问题 我们必须从这个地方下说 是有几个国家带头来做的时候 事情就好办了 那么这个最近几年印度尼西亚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 他们这个国家 有两亿两千万人 信仰伊斯兰教的 占全国人口85% 那么还有信仰这个佛教的 基督教的 天主教的 印度教的 占少数 或起来呢 信仰宗教的人 占全国人口是95%的样子 这么大的一个比例 所以我去访问的时候 我跟他们讲啊 我说你们国家有前途 他们都很痛苦啊 我去的时候 他们国家邀请我的 所以这是这个下了飞机 就到总统府 这个副总统 他们国家几个部长 就在那里接待我 我就跟他讲 你们国家有前途 你们国家好教 他说为什么 信神嘛 这个没有宗教信仰呢 很难办啊 他不相信 他不能接受啊 而且他说 有些还有少数排斥 啊 所以信神的好教 啊 我说 教今天啊 一定要讲解今天 他们国家有宗教部 那部长给我是老朋友 啊 我就告诉他 你这个部里头 应当要设一个 这个宗教教育师啊 来推动 他们国家是五个宗教 五大宗教 啊 来策划 推动宗教教育 啊 每一个宗教里面 选个三五个 这个这个讲师 来讲解今天 教人怎样 依照神圣教诲啊 去生活 去工作 去处事待人节目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教学的方法呢 用电视 那就国家办就好办 国家电视台啊 拿下一个这个专用的频道 二十四小时不中断的传播 我说你这个国家 一年是很肯定 所有这些纠纷都没有了 现在这几天忙着选举 那都忙着选举 看看底下是哪一个人 来做总统 啊 不过这些竞选的这些人呢 呃 跟我关系都不错 所以不管哪个做总统 对吧 这个我们的关系都可以能够保持 啊 所以是信仰宗教 信仰神圣教会 容易办得多啊 啊 如果印度尼西亚真的能够 把宗教教育搞起来了 啊 由这个媒体来传播 每一天用电视啊 来教导全国的人民 啊 这个基神要很多经费 啊 你培养这么多师资 不容易啊 人力 物力 财力都不容易 你只要培养 每一个宗教培养三五个人 啊 我们用一个这个电视台 就能够教化全国的人民 啊 他们的复原也很大 岛国 全国有一万七千多个岛屿 所以很不好搞啊 啊 所以利用这种远程教学 这个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 啊 我跟他们谈的很多啊 给他们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宗教的领导人 都能接受 啊 所以这时都能够 上这个方向啊 来走啊 我想的时候 选举之后 他们七月选举之后了 我要来推动 要把这个理念来落实啊 为什么呢 这个地区 如果是安定和平 对于整个亚洲有好处 对整个世界起无反作用 啊 所以在先天条件好的 姓神 啊 所以我现在在学古兰经 要跟他们交往啊 啊 他们没有人讲 我也可以讲古兰经啊 啊 我过去在这个新加坡 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 啊 现在光碟在天主教流通 啊 很热烈 啊 我说没想到 有这么好的效果 啊 我说那一次讲的 因为受时间限制 啊 好像是三个小时 啊 啊 讲这部经 我说讲的不够详细 如果真正大家欢迎 这基地 天主教徒欢迎 我说我一定会重新啊 啊 好好的来讲一遍啊 啊 可以用十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 把这部经讲出来的时候啊 来供养他们 啊 这个都是我们 要帮助别人 要了解他 要认识他 最重要的是真诚的爱护他 啊 啊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 啊 宗教不可以比较 啊 人家说哦 你这么多宗教比较 不可以啊 宗教都是神圣 我们是凡人的 怎么可以批评神圣呢 他有这种资格呢 我说 我们接触宗教只有学习 每一个宗教的神 都是我的老师 一律平等看待 啊 我是佛的学生 我也是耶稣的学生 我也是真主的学生 啊 统统一律平等 拱进 一律平等 学习 啊 我能学到真东西啊 啊 才能够把许许多多神圣 融会贯通啊 那我自己的手用啊 啊 你们当中有误会 我们有误会啊 我能帮助你化解误会啊 啊 这才真正是这个 这个消除冲突 促进 漫停后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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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